我上次來穿這些花 那以前這邊都許是一個木造的比較矮的那個建築 那就是因為大概三年前才改 那因為就是那個可能就是因為潮濕 所以就是就是會破壞的比較快 所以他們把他更改成這樣 那更改這樣子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這個就是一個新的意義 那師父曾經做過說一個人走一百步 那不如怎樣一百個人怎樣一人走一步 但是他是走更長還走的更遠 那我們先來跟那個觀世音菩薩頂禮 頂禮完之後我們來介紹整個度母的片 還有介紹說度母跟觀音菩薩的由來 還有呢這個位置要在這裡 這個在這個度母的片 好那我們向觀世音菩薩行三級高 那我們都知道這個觀世音菩薩是大食大悲 好做苦做母 他是就以自己為安樂 但願眾生得離苦 好那有一次呢 那我們在講觀音菩薩跟這個度母 他們有什麼關係 那相傳在那個無量節以前 那個觀世音菩薩 他在虛空之中就看到說 為什麼他救度了那麼多的眾生 為什麼還是有這麼多的眾生 還是沉淪在這個大苦海當中 於是呢 他就很慈悲 就流下了眼淚 左邊的眼淚呢 就是那個 左邊是白度母 右邊是綠度母 這兩滴眼淚滴下來的時候 就化現成蓮花 同時在蓮花中 就化現成這個白度母跟綠度母 那白度母跟綠度母就跟一個觀音菩薩說 菩薩你不用擔心 我們會幫忙你做度這一些眾生 我們願意幫忙你 然後就請觀音菩薩不要難過 這個就好像 這個觀世音菩要牽手牽眼一樣 這個是我自己的感覺 那不一定正確 那這白度母跟綠度母 在隨著這個 彼伯之那佛的佛戰症當中 又陸續化現了 總共二十一尊度母 那這二十一尊度母 都有自己救難 救拔組的功能 那為什麼有二十一尊呢 因為這二十一尊就是 因應眾生所求 所以才會產生這二十一尊度母 那這二十一尊度母 總共六個顏色 那這六個顏色就代表什麼 度母的生理力功德 那我們平常看啊 在這個像我們那個戰頌裡面的度母戰頌裡面 度母是一個很柔和的啊 其實度母是化現是優美柔和的 但是呢 它的悲怨力 它是很剛硬的 那其中又是綠度母 它是這個二十一尊度母裡面的總尊 它主管的事業 所以呢 等一下我們可以去看說 哪一尊度母跟你跟師兄師姐 哪一個比較相應的 我們就跟他請求 或是說 家裡有做生意的 或是說 有做業務的 工作的 都可以共產綠度母 那相傳 因為以前就是 綠度母是主管事業的關係 所以這個師兄就是說 所以才會有這個度母店 因為法人事業是個團體 他也是一個事業 也是需要得到 父母的價值 大家就是這樣 好 那 今天